苹果应用程式以去年来计算收入高达285亿美金 不过在台湾的开发者却不多 希望能够为亚洲培训人才 因此苹果代理商与冯甲大学合作 由校方投入硬体设备 搭配业者导入认证课程 成立全台第一个Apple区域教育培训中心 除了大学生 包括他校教师也都可以进入学城 让台湾的城市设计与创业能力产生加值 苹果区域教育培训中心 确定落脚冯甲大学 这不仅是台湾的第一个 更是亚洲第一 校方投入大笔预算来投资硬体 由iOS系统借着来提供证证课程 双方的紧密合作 要提升台湾的城市教育 这个全英宣传的代表的意义 其实是非常大的 尤其在将来的产权合作上面 还有这些技术开发上面 我觉得我们给了所有的学生 一个非常好的环境 也是一个等于是世界级的 Apple Certified的一个环境 部分我们在去年的11月 我们已经针对大学的老师 已经有iOS城市设计的这种培训 那接着我们会在我们学校会办理 我们大学部同学的这个城市设计的这种培训 那我们会对外 就是对社会人士也同样开设这个课程 那在暑假也会有开设这样子的课程 iOS系统的APP市场在全球光去年就有高达 285亿美金的收入 城市设计是未来的一大趋势 不过在台湾却是人才短缺 冯甲大学首度打破僵局 在中心启动专业的设计课程 让城市设计跟创业能力产生加值 2017年入学的冯甲大学的学生 百分之百的学生都会会Apps 那我们希望有百分之十到二十的学生 能够熟Apps 能够参加我们这个certificate课程 然后有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五的同学 能够经这个Apps 他未来可以参加这个竞赛 或者是利用Apps 在很多很多他未来的这个竞赛上面能够运用 不止校内的大学生可以透过中心培训 他们也开放台湾教师以及高中等学校 一起来共享这份资源 而跟上世界市场为台湾培训 iOS城市开发的种子部队 记者连加话台中采访到